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意识形态进一步左倾是否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今天的时代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 请米若水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 若水 好的 谢谢宝生 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与到访的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会谈 讨论继续发展两岸关系的问题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朱立伦星期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习近平之前表示 他希望台海两岸将继续致力于地区和平 并在环保和经济等领域进行合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顾了九二共识的过去 重申两岸应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当前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要的节点上 两岸关系的路应该如何走 是摆在两岸所有政党和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有关中华民族和国家未来 有关两岸民众福祉 需要我们大家认真思考 朱立伦在致辞中指出 过去十年里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两岸早期的对抗纷扰 逐步转化成和解 和平发展 九二共识是两岸共同交流的基础 朱立伦没有谈及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 修建建议机场和基础设施的问题 菲律宾和越南等中国的几个邻国和台湾 也宣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 另外 朱立伦星期日在上海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 余正生暗示 双方的讨论涉及台湾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地位 中国希望台湾加入亚投行 但双方在台湾的名称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 美国之音VUA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 星期一在北京会晤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表示 欢迎台北加入亚投行 他说 在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上 两岸可以加强研究 务实探讨 在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下 做出妥善的安排 台湾方面表达了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意愿 我们持欢迎态度 早些时候 北京没有接受台北赶在截止日期之前提出的 作为亚投行创始成员的申请 台湾中央社报道说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他希望延续并深化九二共识 也希望尊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活动空间 让两岸共同参与亚投行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肯尼亚 向1998年美国驻内罗比大使馆爆炸事件遇难者 和近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受害者致敬 他星期一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反恐斗争 克里在使馆爆炸案遗址进现花圈 他说恐怖分子传播恐惧和分裂人民的图谋必将失败 克里星期一还会见了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 讨论如何更有效地应对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构成的威胁 青年党激进分子多次对肯尼亚发动袭击 包括2013年袭击内罗比的一家商场和上个月袭击加里萨大学 青年党声称这些袭击都是因为肯尼亚加入了非洲联盟的军队 到索马里打击青年党 美国支持非盟军队用无人机对青年党发动空袭 美国南部德克萨什州的警察开枪击毙了两名男子 警方说这两人星期日晚间在举行伊斯兰先知莫罕默德漫画比赛的场地外面 向一名学校的保安人员开枪 警方随后要求附近的商店撤空 因为担心枪手的汽车里可能会有炸弹 事件发生在达拉斯附近的加兰德市 受伤的保安人员没有生命危险 他被送入医院治疗之后现在已经出院 有关官员没有透露袭击者的性命 一个叫做美国捍卫自由倡议的组织主办了这一次漫画比赛 并为优胜者设立了一万美元的奖金 该组织说这一次比赛一共收到了350多幅漫画 目的是捍卫言论自由 显示美国人民不会被暴力吓倒 巴尔蒂摩市长史迪芬尼·罗林斯·布雷克 结束了全市范围的宵禁 与此同时抗议者在市政厅外 进行了另外一场反对警察暴力的集会 巴尔蒂摩在弗雷迪·格雷的葬礼之后陷入了混乱 格雷是一名非裔的美国人 他上个月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 罗林斯·布雷克说除非有必要 他不希望宵禁再多持续一天 他说对于实施宵禁 我最优先考虑的是确保公众安营 以及巴尔蒂摩市民的安全健康和福祉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企业主 尤其是餐厅老板批评宵禁 在市长宣布结束宵禁后不久 蚂蚁兰州州长拉里·霍根说 从其他州调来的大约4000名士兵和警察 已经开始离开巴尔蒂摩 霍根说在所有士兵都离开之前 不会解除巴尔蒂摩的紧急状态 示威者们在春光明媚的星期日 在市政厅外和平集会 许多人祈祷和平 好的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主题讨论之前 我们先看看今天的热点话题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今天上午在北京 与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面 获得广泛的关注 那么朱立伦前往大陆 以及习诸会如何反映 两岸政治与经济现实 习诸会对共产党和国民党 以及两岸政府又有怎样的影响 我们首先请嘉宾进行分析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 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通过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 何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也通过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 张先生好 您好 各位好 好的 我们欢迎两位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 观众拨打电话 参加节目的讨论 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那么首先我想问 在北京的张先生 就从您的视觉来看 习诸会这次的会面 看点在哪里 还有就是说在大陆 学术界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他们两个人的会面 是不是显示 国共两党现在是越走越近 张先生 我想是双方对对方都有需要 一个是现在国民党 在这个目前就是 面临未来的大选中 其实国民党处于下风 那么到现在为止 朱立伦还没有决定 是否参选 当然这个他到北京来 也有一种获得 这个我们东方善国的 加持的这个味道 但是他又不愿意强调这一点 因为他也接受 这个此前也有人 访问这个大陆以后 这个就回来 就挨骂 就认为这个 比如像连上文 就被认为是要出卖台湾 所以我 我注意到这次呢 他们这个会见 没有任何的这个闭门会议 就给人一个 好像非常公开 非常坦白的一个印象 就是表明朱立伦 至少他不愿意让台湾的公众 有这样的印象 就是说他想通过 跟北京搞好关系来 捞取政治资本 或者说甚至于影响 未来的选情 到现在为止 当然他的一个 在党内的一个竞争对手 王金平现在也没有表示 是不是参选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 双方可能最需要的东西 就是要强调这个九二共识 那么中共呢 他有这样的需要 是因为这个 自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 和这个香港的战争事件发生以后 这个一国两制 这个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那么所以现在北京呢 它是急于要强调 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概念 但是呢 可能台湾可能更希望强调的 就是所谓各自表述 所以这点上呢 就是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 大陆要捅 那么台湾要表明 他们自己的存在 要表明这个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 这些问题呢 还包括像这个 就北京一直没有允许 这个台湾作为亚投行的 创始会员 这一点可能也是使这个 台湾感觉自己被矮化的 这么一个心结 我想这些问题 可能都要通过双方的 这种沟通和博弈 然后达到一个 那个各自取得所需要的 那政治资本的这个 这个效果 从这点上来看 这次的会见 至少给大家的感觉就是 双方都需要对方 而且双方都在利用对方 谢谢 和平先生 我们知道呢 不久前台湾举行的各种选举之后 国民党惨败 马英九引咎辞职 然后朱立伦代替 马英九担任国民党的主席 目前对国民党今后的走向 非常的重要 因为明年就要举行 台湾的总统大选 在这种情况下 朱立伦到北京去 会为国民党加分 还是会减分 在两岸关系来讲 能够稳定两岸关系 当然是一种加分 但是如果是固于的 这个投向中国大陆 固于的这个牺牲台湾的利益 那么就是一种减分 但是从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会谈来讲 因为还没有很多的细节出来 我没有仔细看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 一个战畜上的一种行为 也就是朱立伦 虽然在表面上 他可能已经说 我不参选了 但是为什么在台湾大选之前 他又既存存的 去赶往这个中国大陆呢 也有可能就是他希望呢 一个是通过这一次访问 增加他的这个 个人的这个影响力 个人在党内的 这个所谓的实力 他能够跟中国大陆 讲得上话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你 谁当国民党主席 是可以去大陆访问的 因为你并不受 民意太多的这个钳制 因为你在台湾是 只是一个政党而已 并不是这个政府 所以受到的制约相对来讲 比这个政府要小很多 第二个就是 如果朱立伦未来 他当选了这个总统 或者他参选了 那么他可能访问 这个中国大陆呢 就不是那么方便 所以从朱立伦现在 激茫茫的 赶往这个中国大陆访问呢 我倒是暗示了 个人的这个 这个朱立伦 个人的这个政治的激茫 那么他希望能够 这个以此访问 作为他未来穿行的 一个加分 所以他在两岸关系方面呢 还是表现出比较 比较谨慎的 但是这样一种访问呢 实际上呢 就是没有真正的 多大的实质性的意义 因为两个的会谈 根本就谈不上对种 但他不仅仅是因为 这个中国大陆大一些 更重要的是 两个政党根本不是一回事 国民党在台湾 是并不是说了算的 对吧 比如说我根本不需要 看台湾报纸 不要看台湾电视 那你就会知道 他们两个人会谈台湾 就会对 决定了有很多的批评和质疑 会有很多的志愿 那么资定人 他只是反映了 国民党的某些立场 或者他个人的某些意见 那么他的这个 为他的东西 能不能在台湾 变成一个法律 一个政策 一种具体的行为 那还很遥远的很 那反过来看 中国大陆是可以说一巴尔的 对吧 那习近平讲什么 那就是中国人民讲什么 习近平讲什么 那就是前党讲什么 习近平讲什么 那是中国政府讲什么 国内讲什么 他是代表国内 代表中央军委 代表全国人民 代表共产党 所以他的跟军定人谈了什么 是不是出卖中国大陆利益了 还是强化了中国大陆利益了 那媒体上不可能有任何批评 党不可以任何批评 社会上不可以任何批评 所以这样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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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东西都是很不明清妙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台湾就不是代表中国 而中国大陆又代表中国呢 这些东西都是具有基本上的这个 这个争议性 所以军定人的所谓的格制争议啊 其实是不是格制自己的这个权利 这个是非常值得疑问的 所以军定人他 他不敢走得更远 他就是想利益这个事情 我进来中国大陆领导人 我稳定了娘关系 我可能跟台湾大概得下好处 但是他也不敢他出马台湾的利益 因为出马台湾的利益 他就一天在下一次选举中间失败 因为台湾的选举 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机制 老百姓是可以通过他们合法的权利 公正的这样的选举呢 来表达他们的这个选择 所以军定人他不敢走得太远 那既然不敢走得太远 那么两岸能够走向实质性的头部的机会 就非常小 非常小 在母亲的政治框架之下 所以我觉得只是一个政治表演而已 你说今天习近平 在某一个大厅里面走出来 在军定人微笑一下 敬物一下手 表现一下友善 这样的东西在政治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都是表演意识之列 因为两岸关系 根本不可能达到彼此的尊重 彼此的尊重是什么样的尊重呢 是东德和西德式的尊重 是一个德国 还是南韩和北韩式的 彼此的各自国家的存在 是彼此的尊重呢 还是只是承认我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不承认中华民国 是彼此尊重呢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 是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一种谈 一种被谈能够解决的 好的 时间的关系呢 关于习诸会 这个热点话题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将讨论亚洲首富王健林的成功之道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纽约时报上星期 以万达帝国王健林 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为标题 长篇报道 亚洲首富王健林通过亲近政府 远离政治的高超政治奇数 行使出商业的金光大道 引发海内外读者强烈关注 纽诗指出 操纵庞大房地产和娱乐帝国的王健林 是中国私营部门不多见的 一位有能力在海外推进官方利益的大亨 在国内政界和海外娱乐界 几乎是一呼百应 那么王健林和万达 是如何用政治勾怼金钱的 在中国权与钱 究竟谁是如来佛 时大家谈 邀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好 参加讨论的嘉宾呢 仍然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张立凡先生两位 都只通过skype参加节目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 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何平先生 您怎么看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 我当然作为一个读者来讲 我非常钦佩这个纽约时报 能够这个不断的去把中国全国集团的 某一种他们的关系展示出来 但是作为一个中文媒体 这个成年人员我也感觉到非常的羞愧 因为老外来进行这样一个报道 在中文资料与此复杂 中国社会与此复杂的情况之下 他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漫长的时间 把这么一个事情产生给我们 而做这个报道的不是我们中国人 那么你从这个报道 或者美国之音在这个不采得的采访 BBC在不采得的采访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即使这些资料 中国媒体更有能力去发现其中的猫腻 发现其中的这个破绽 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没有做 但是这个事情显示出了什么呢 显示出来了中国的这个富人 我们注意到了 现在刚刚你说她已经是亚洲首富了 她可能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世界首富 但是你看看中国的这个首富啊 或者是中国的富豪榜啊 是全世界可能财富 最不稳定的一个排行榜 都是首富已经坐牢了 都是首富已经销声匿迹了 都是首富已经破产了 是非常不稳定的 所以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首富啊 看了那么一回事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 是一个震荡不安的一种状况 你今天可能是首富 明天应该后代垮掉了 你可能就是这个首要需要牺牲的一个 一些一个牺牲品 对吧 同样一张在大连一起跟他支付的 这个另外一个商人 就是跟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补锡的 补锡的事情一样的 现在销声引起了 他到哪去了 好像他在财富旁边也是 也是第几名 那么这个里面有两个事情 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 就是中国的商人呢 之所以这个急速的支付 那他当然是跟政府和这个这个 这个权贵集团有高级的这个作用 不一定是讲王继领 就是几乎所有的大商人 他都很难把托这一点 那么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 那么灰色地大是非常之多 因为中国的这个权力运作 政策运作 基本上是没有规律和法律可损 所以每个人被那样的权力 和那样的空间就非常大 那么这样的话 你频频往上爬 爬的时候 你忘记了呢 你还有下来的这个楼梯 把自己的下来的楼梯呢 给拉掉了 所以很有可能呢 就下不来了 很有可能最后面就架在空军了 很有可能就要被学死 所以不要把这个中国的富豪 往看来那么一番煞 他们都不是真正 知道我们尊重的这个 按照他们的勤劳 按照他们的智慧 按照法律的尊重之下 成为中国的富豪的 这个不仅是讲王继领 很多商人都是这么番煞 这也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如果在另外一个 法治完善的一个国家 他们的财富就可能 显得更加光明 他们的这个支付的过程 就更令人这个尊重 第二个就是 从现在所揭露的情况来看 就是非常有限的资料 因为美国的这个纽约时报 虽然报道很强 但是就按照本身的复杂性来讲 这个王继领这么一个 非常成功的这个商人来讲 那后面的这个复杂性 那比纽约时报要呈现的复杂 非常之多 但是从这些非常有限的 这个文字的报道来看呢 这个习近平家族 温家宝家族 王兆国家族 和这个贾近平家族呢 都均入了 那么这样一种均入 那就是什么道理 那是中国领导人 几乎是没有几个家族 是值得深究的 那这边都是不值得深究的 而反腐败的 这个境遇的这个程度 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我们在节目里面 我反复讲了一点 中国的腐败的根源 就是两点 第一是制度性产生的这个腐败 如果你不进行制度性的改造 我们对你抓几个老虎 抓几个苍蝇 其实我们都不抱有希望的 今天你王津山可以表演一下 明天王津山下去了以后 就可能表演不下去了 后来王津山哪一天 自己身体不好 情绪不好 他就不打老虎了 第二个就是 中国的老虎 根本不是省委书记 不是部长 不是什么司局长 不是那个 烧化了几台 这个钞票机的 所钞机的 这个所谓的几个亿的资本 而是真正的政治局委员 和政治局常委的家族 因为他们是根本不受制约的 根本不受监督的 那么他们的亲戚有很多 他们的亲戚有很多 他们自己不贪污吧 他的姐姐贪污 他姐姐不贪污吧 他姐夫贪污 他姐夫不贪污吧 他侄子贪污 外甥女贪污 对不对 你像温家法很可笑 把他的这个 九十岁的老妈妈的名字 都认为上去了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来看 王津林这个案件的 这个展示出来 被纽约时报这样报道出来 使我们非常有信心地 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中共现在这样一种 反腐败的方式 是不可能真正进行下去的 因为如果真正进行下去 那就把自己的头上给拉掉了 对不对 那么他们打击 他反腐败的目的是 恐怖自己的权力 而反他们的结果 是毁坏他们的权力 所以中共的反腐败 执行一场把戏 执行了A戏 很快就会表演接触 他进行不下去 要不否则的话 温家法的问题这么凝重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纽约时报 批留了那么多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查下去了 没有展现出他们一个调查了 离案都没有离案了 可见中共的反腐败 我们就不会给他任何的期望 好的 谢谢何平先生 张立凡先生 我们知道 王健林本身就是一个高干子弟 而且从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 我们看到他和中国的高层权贵家族 比如讲习近平的姐姐 温家宝的子女 贾庆林的子女 还有王兆国的子女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而且通过购买他的公司的股票 这些高干子弟可以说 一夜之间巨富 他们的财富成千倍的增长 这个报道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 有哪些令人深思的地方呢 声音不行 喂 听得到吗 听到了 您听到我的问题了吗 他听到你的问题 谢谢 好的 我想 我觉得现在 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 其实此前我们记得不久前 这个关于民生银行和安邦集团的事件 然后这个相关的报道很快的被消声了 然后现在又冒出来这个关于万达集团的这个上市前的这个股份结构的问题 我注意到这次有关这个报道在微信上停留的时间 比较长 那么当然这个没有这么快的被消声 我觉得可能从体制内来讲 也有一些人很幸灾乐祸 很希望看到这个消息被披露出来 现在当然这个我们对于这个纽约时报 他这种非常敬业的新闻主义 专业主义的这种这种精神 我们是很钦佩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在想 就是其实我觉得和平先生也不用为此感到惭愧 因为这个我们中国的新闻人 其实他们即便有条件做到这些 他们也不敢做 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太危险了 但是呢 这一套体制来讲 他产生的这些问题 以及王健林 这个全钱交易或者是这种勾兑 这一点呢 这个轨迹就是非常清晰了 而且呢 他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 就是你虽然现在在进行着这个反腐败斗争 但是呢 这个反腐败斗争确实有很大的选择性 也就是说呢 这个他只是对你要想进行打击的这些政治对手 你抓住他的把柄 你把他打下去 那么你这个反腐败好像就能树立一种形象 但是呢 很不幸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像纽约时报的这个这次的报道 还有以往所披露的 比如说像这个不久前的这个 就是关于民生银行的报道 还有关于这个加勒比地区的离岸账户的报道 还有就是更早一些关于前总理家族的这个财富的报道等等 这些呢都是由这个西方媒体把它披露出来 但是我们不排除可能中间有一些料 是由这个国内某些个派系提供 但是呢我们也相信就是纽约时报它所报道的这些东西 确实有非常大的冲击力 其实我们再回顾一下 就是不久前包括这个中国商人郭文贵 他在美国的这些爆料 我们就发现他确实是打了一种 打了一个就是相对有效的阻击战 从那以后这个好像针对所谓大老虎的这种追击 就这个进程似乎是放缓了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堆小苍蝇上了一个百人榜 然后呢这种这种情况 好谢谢张先生 现在这个收讯的有点不太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首先呢是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我刚才听张立凡先生分析的还是非常深刻的 我看有人想把习近平主席拉下水 我看都是那些贪腐分子抱得了 我想这么说 关于齐乔乔和他的丈夫这个投资办商业这个事情 你想想别人都贪污你不贪污 别人都喝醉了你不喝醉 别人都是肮脏的你保持干净 干干净净净 那么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像屈原一样 举身杰拙我都听 众人结罪我都行 最后只能是抱着石头去跳江了 是吧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全民追求这个财富 黑猫白猫那种环境下 他不去经商的话 他不去从事商业 那么我想他在那个体制内也不好存活 所以说我们老百姓我觉得 只要有点这个什么同情心的 还是能够理解这个齐乔乔的丈夫 这个办商业这个事情的 他们现在已经退出来了这个公司 公司都已经解散了 所以说我对这个习主席他的这个姐姐和姐夫办商业 我是采取平常心的 谢谢 谢谢您想的高先生 接下来位是云南的周先生 你好 你好你好 中国这个 现在中共啊 这个统治下这个资本不和权力结合是难以做大做强的 这个是个常识问题 其实中国今天到这一步 比那个就是几百年前这个这个 不见皇帝时代还要劳火 因为中共的权力是渗透到每一个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最继承的地方 所以你要再一点这个资金 做大一点 肯定要要要要万三勾结 要要要要要发掘这些这些权贵 不可能那个那个 好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 谢谢 接下来位是河南 河北的严先生 你好 河北严先生 在线上吗 好 和平先生 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 因为刚才这个宁夏的高先生表示呢 众人毒罪的情况下 你不能 众人接罪的情况下 你不能独醒 那么对于部分老百姓这么看待这个国内的腐败 普遍现象的这个看法 您怎么看 这不能说是部分老百姓的看法 这是您先生 林夏的这位先生 他自己的看法 任何老百姓他都不能代表另外一个老百姓 就是他自己的看法而已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不需要去讨论和批铺的 因为是不是这个习的这个家人在这个暗议中间他有没有滥用权力 他有没有进行官身的这个高级 那是经过要非常经过严肃和独立的这个司法调查才能认定 并不是因为纽约时报揭露了报道了我们就认为纽约时报报道的全部都是对的 那不是那么回事嘛 对不对 纽约时报只是呈现了一种线索 真正需要做的是 对于习近平家族他是不是涉及了案件 你中纪委干嘛去了 你为什么不离家调查 温家宝的家族有没有涉及到滥用权力 有没有涉及到违法 并不是因为他有几十亿财产 他的各家族的财产可能比那个通缉了一百只苍蝇 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海外的这个一百个红色通缉令的这个名单 可能所有的财富 那些小苍蝇加在一起的财富 可能还比不上这个温家宝一个家族 但是并不等于温家宝家族的财富就完全是非法的 对吧 这个需要经过严肃和独立的这个调查 你为什么说那个时候 你要财富了 大家多多财富 所以我财富也没问题呢 对不对 难道所有所有的中国人都跟着一起财富了吗 对吧 那为什么你的财富就可以被赫免 这些东西都需要司法调查 都需要媒体更多的一个报道 纽约时报只是露出了一个小小的线头而已 而并不是全部 但是很可惜 中国能够有独立的媒体进行追查下去吗 中国能够进行司法的调查吗 和策定吗 中纪委敢于调查习大大吗 没有 如果这些基础都没有 你怎么被凭你的依靠说 我同情他 或者我不同情他 我混落他 或者是我生气 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意义啊 你代表和不代表 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啊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一个公正的标准 你所有的标准都不是通过正常的途径表达出来的 你查也是你中纪委 不查也是你中纪委 你乱来也是中纪委 不乱来也是中纪委 一切由你说了算 那所以你该做什么 不做什么 老百姓要怎么批评你都是对的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在阳光之下 你所有的东西都在你黑箱之下 你怎么样我们公正评价你 你怎么样我们找到更多的事实来评播你 所以很多人宁愿相信姚妮啊 为什么 不仅是姚妮是一个可能为了证明他是正确的 更重要的姚妮反映了一种心态 这种心态就是对你没有任何信任感 而你的媒体不能传播出正常的媒体独立的报道 一切一切都在你控制之下 一切一切由你说了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怎么会让人家觉得你的反腐败是公正的 你怎么会让人家相信到你反腐败 这种事要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啊 你怎么会相信你反腐败的公平机制建立以后 会走向民主和自由啊 因为所有的历史记录 从来没有记录 你是诚信的 你是公开的 你是透明的 你是令人心腹的 没有 中国跟来的历史从来成立开始 到现在 他几乎所有的这个历史 我们稍微看一看 都是不是诚信的 当时都是法年 都是黑箱作业 他不是今天开始的 历史上是这样 但要一个历史记录 如此糟糕的一个政党 我们怎么会赋予他 一个好的评价呢 不可能的嘛 好 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 打来的电话 请大家简短一些 广西的潘先生 您好 请讲 关明这个 这个 这个官方都别的问题 我想说一下 这个看法 那请讲 广西的潘先生 你的看法是什么 好 潘先生现在没有简话 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下山东的刘先生 刘先生 您好 您好 请讲 我想 我想说 关于温家宝这个问题 就这个爆料 我关上了很长时间 就是说 温家宝这个爆料问题 就是出了 过去来这事以后 就出来了 温家宝这个爆料 我觉得这有点 不太可能 在这个时候 你贪污 我又在美国 在美国贪污里 就这个 国家都是那种贪污 好的 谢谢你 张立凡先生 纽约时报的这个最新的报道呢 它的重要的地方 就是又画出了一张图 这面上面有更多的 中共的高层官员 及其家族和商人 或者说所谓的商人 他们相互利用 相互勾结的这种情况 那么除了以前所谈到的周永康等等 我们看到温家宝 甚至习近平的姐姐 到现在为止 贾庆林 王兆国 还有以前报道的 李鹏的家族等等 我们看到中共的高层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家族 没有这些所谓的权利 和商人之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联 你认为 这个它给中国人的启迪是什么 这个可能就得反思 反思一下我们这个体制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体制 我以前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究竟是贪官破坏了体制 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 那么我想实际上 还是因为这个执政党 以及这个执政党的权力 不受监督这一点 所以才造成了这个现在这种现状 就是每个家族 他们都有 都伸出 张先生的线路 现在还是有些问题 不过他的意思 我们都很清楚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关于亚洲首富王健林 驾驭上层路线快车道的 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 另一个热点话题 炎黄春秋再遭警示 思想禁锢是否雪上加霜 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卫视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节目 被视为自由派刊物的 炎黄春秋杂志 最近获得警示 受到政府新闻管制部门的书面的警告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警示书 指责这个月刊 从今年第一期到第四期 总共有37篇文章违规 并且要求从即将发行的第五期开始 送审稿件 而杂志的总编辑 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即将退休 那么这份曾经被中国元老习仲勋夸奖 办得不错的改革派杂志 为什么近年来屡遭打压呢 中国意识形态进一步左倾 是不是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时事大家谈 继续请视频人士来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 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 同时呢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然请在纽约的何平先生 请你来评论一下 闫黄春秋 他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为什么成为中共自由派的 一种标志性的杂志 他发表了哪些具有很重要影响的文章 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我不觉得这个 袁黄春秋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杂志 我觉得袁黄春秋还是一个党 中共党内的一批有一定良知的 或者是他们运用为自己的良知 发出一些独立声音的这么一个媒体 所以他们偶尔会蹬一蹬赵紫阳又怎么样呢 偶尔会蹬一蹬胡耀邦又怎么样 所以使大家感觉到他好像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其实从整体来讲 他还是一个体制上的一个媒体 他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去讨论问题 他只是按照一个 共产党有一些原来的一些理想主义者的一些想法 好像在讨论共产党的问题 当然其实并没有真正深入的 也并没有真正直接的讨论一些 中国最基本的问题 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民主了 比如说基本上的法制的这个来源 比如说你依发治国 你的法律在哪里来的 对不对 你是谁立法的 谁的制法的 比如说这个你的宪法上面的这个条文 到底有什么螺丝没有啊 对不对 即算是你中国的宪法 是你跟他党自己这个闭门写出来的 对吧 找了自己的几个人写出来这么一些条文 即使这些条文 你有比较知情了吗 即使尹文春春 基本上都没有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包括军德 如果中国现在是一个没有军德的国家 这是很荒谬 对不对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居然没有军德 因为他不认识军德国家化 而军德只是跟他党自己的一个私家军了 对吧 那这样一个国家是很不正常的 对不对 现在有几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德了 对吧 没有 但是中国就没有 那么但是这些行为证据的讨论 他并没有在理论自由的角度去讨论 他更多的是回忆一下他党内的一些体制派的领导人 比如说胡耀邦同志 比如说赵紫阳同志 他们在哪一年哪一年在四圈 或者在哪一个市场上有一些讲话 它是个历史性的 文献性的这么一种杂志 现在连这样一种杂志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高干朋友他就跟我讲 他就是进了李昌春 他说你们外面的人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啊 我们现在不是就是有一个迎温春秋吗 这还是李昌春管意识形态的时候 那现在刘云三管意识形态 连这个都不能隐忍 这个都不能隐忍的东西就是说明 中国现在政治气候已经恶乐到一种什么程度 而这种关掉迎温春秋或者是最终打压迎温春秋是完全服务他的这种逻辑 我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他们不允许任何任何声音 持续在他们的执政 他们的决策体系里面 因为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他们就独裁不下去 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他们现在胡来就胡来不下去 像这一次习近平跑到巴基斯坦 一人就四百多个亿 用哪个立法的程序给了他这么一个权利啊 没有啊 无论是他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他没有 他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也没有 但是他就认了 对不对 所以他需要的是这么一种顶层设计 他需要的是这么一种权利结构 也就是习大大就是大大 别的都不存在 没有习老二 你知道吧 没有其他的力量 中国只有一个领袖 只有一个主义 只有一个党 他就代表一切 所以连党内的这些老人们的声音 他都不能隐忍 不管这个声音是他爸爸讲的 他爷爷讲的 还是其他人讲的 都没有用 都保护不了他 因为只要违赏他的权利 只要违赏他的利益 只要违赏他个人的独裁的东西 他一切都会拿掉 不管是谁 包括他的爸爸 好的 谢谢何平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问张立凡先生 刚才何平先生说 他并不认为《炎黄春秋》 是一个自由派的杂志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同不同意他这个结论 还有呢 就不管他是不是到了 这个自由杂志的这样一个境界 不管怎么说 他是刊登出了一些 这个不同的意见 那么您怎么看他 这个《炎黄春秋》杂志 他当时能够存在的 这个历史环境呢 《炎黄春秋》嘛 他就是一个平台 当然这个平台的这个操办者呢 他是体制内的 这个资深的这些老干部们 但是呢 他们其实是怎么说呢 他们是这个共产党执政前 那个讲普世价值 讲人权 讲自由平等的那个年代 他们加入到了这个组织里面 所以呢 虽然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 但是呢 他们还是比较坚持 他们当初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的初衷 所以呢 他们的价值观呢 就跟现在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团体 的价值观可能有所不同 这个呢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呢 当然这个何平先生讲的还是对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老同志们呢 他们 你别看他们这么敢说话 这么敢这个批评 但是呢 他们的批评也是有他们的底线的 这个底线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底线就是说呢 我们虽然批评这个党 但是我们是为了党好 它的总的这个出发点还是要救党 这一点呢 所以你说它是一个自由外杂志 不明说它是一个党内的民主派的杂志 可能更为恰当一些 但是呢 也确实有不少的自由派的人士 在这个媒体上发生 那么当然这种情况 其实近年也有所改变 就是我们看在十八大以前 有一部分的太子党 也参与这个炎黄春秋的活动 甚至于我们看这次 就是去年年底的 这次炎黄春秋的这个人事变动 这中间呢 也有一些太子党想参与进来 但是后来可能由于各种原因 他们没有这个坚持参与下去 但是呢 这个中间来看 就是体制内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那炎黄春秋这次所遭受的这个打击来看呢 我觉得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习仲勋先生给炎黄春秋有提词 说他办得很好 但是此一时也彼此也 就是现在这一类的护身符 是不是还管用 而且呢 炎黄春秋他可能 他的这个负责人 这些老同志啊 他们比较相信 就是我们是老同志 我们是真诚的 我们是为了这党好 而且他们也比较相信 这种人事关系 就是我想排除某个人 来做我们的新社长 他可能这个跟这个 最高领导人的关系 比较好 说得上话 所以他们的这套思路啊 这套人事思路 还是比较传统的 但实际上来看 这套东西现在越来越不管用了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最高领导人 是不可以批评的 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2013年的这个炎黄春秋的团班会上 其实这个老同志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发言者 有对这个新上来的最高领导人的批评 我们也注意到高瑜也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他写了一篇什么男儿谁谁谁 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犯计的 有了这些 我觉得你这个媒体也好 或者你个人也好 被收拾的这种 这种这个不安全系数就加大了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首先是安徽的罗先生 罗先生说他自己是炎黄春秋的老用户 那么罗先生您好 您听到我了吗 听到了 请讲罗先生 我就开始讲 请讲 我开始讲话好了 好的 我是安徽的 我的炎黄春秋的老政府 过人政府 以我眼光看 袁王春秋的领导者 他说我们是当内的改良派 实际上袁王春秋 这个所讲的 除了战情以外 其他的全是好人 就没有一个共产党 就没有一个坏人 所以啊 袁王春秋就只要我眼光看来 是个相当保守的抗物 连这样的抗物 就要收到上面的准备 那我们这个老婆心 那真是没办法再 独立什么共产党的抗物了 好的 这样的事情 好 你还希望呢 袁王春秋 不要向我五个亿公尺 向人们卖金 而真正要 赶到人们自由 一发自过 我就讲这点 好 谢谢安徽的罗先生 接下来请新疆的马先生 参加讨论 马先生 你好 好 你好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啊 其实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和美国 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美国呢 是维护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权统治 中国呢 是为了在国内的一党专政的统治 只不过采取的方法是一样 国内呢 他想不 想让大家一致发生 然后步调一致 这样子呢 他更具有竞争力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呢 美国 他是散开 就通 他们的招数都不高 为什么呢 美国 中国的呢 竞争力更强一些 美国呢 衰弱的更快一些 从前面他自己 这个昏招来说 比如说 他把日本放出来 其实日本啊 早晚会和中国 亚洲站在着一条的 好的 谢谢新疆马先生 时间关系 只能请你讲这么多了 接下来是安徽的魏先生 魏先生 你好 好 我想说的是 美社会应该在 翻墙软件上面 应该加强一点 还有那个卫星件 用小的天线 那个宣传应该加强 通过这个网络封锁 和新闻封锁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国际社会对这个 对这方面 不是太重视 靠几个社会人士 搞的那个 还钱软件 有的时候很不好用 好的 好 谢谢安徽的魏先生 张立凡先生 您在北京 对阎黄春秋了解 恐怕更多一些 阎黄春秋现在确实是 面临很大的危机 特别是他们被要求 从第五期 也就是下一期杂志开始 要搞件送审 那么这对杂志将后的 今后的生存 就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了 您认为 阎黄春秋 能不能化解这个危机 另外 阎黄春秋的总编进的 杨继生先生 据报道 也将在六月份要退休 下一日 阎黄春秋 能不能继续 以前的这种 办杂志的方针和路线 也是一个疑问 您怎么看 我在此呢 是比较悲观的 就是一个呢 是一个我们看到 就是去年的阎黄春秋 遭受高压的情况下呢 它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然后这种分化 客观上来讲 也这个削弱了 它自己的力量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去年的危机呢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它并没有真正的化解 它只是缓了一步 那么当时呢 这个官方也有 对他们的承诺 就是说 这个半刊方针不变 另外呢 好像这个新的 这个接管他们的单位呢 因为呢 也表示支持 但是呢 也表示了 但是出了事 我什么也救不了 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新的主管单位 一个呢 对他们这些老同志 可能表示尊重 但是呢 事实上来看 他们也无力对抗 这个宣传主管部门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杨继生 自己在接手的时候 他也已经谈到 就是说我们 我们完蛋了 就是我们这个未来 肯定前景是不行的 但是呢 他们还想坚持 到据我所知 就是到最近这一次啊 就是要求送审 同时呢 也传出这个杨继生 在六月份 可能就会下来 这种情况 据说呢 这个也还是想坚持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呢 可能现在难度 是越来越大 当然这个 无非离职以后啊 我们看就是杨继生 主持半刊呢 应该说他还是继承了 就是原来 阎王春秋的 这个半刊的风格 甚至于 我觉得有一些文章的 比原来的 这个半刊的尺度 更大了一些 甚至是更犀利了一些 那么这个呢 也可能是造成 就是这第二次的 这个对他的打击的 这个这个原因之一 就是说他们又 触到了一些个高要线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如果说 未来这个阎王春秋 再继续办 然后呢 有一些个 比如说 如果说接受办的人 他如果不能够坚持 阎王春秋原来的 这种品质和品格 甚至于呢 想这个 做一些个 在官府和这个 民间舆论之间 做一些个 这个政治上的投机的话 那么这个刊物就会失败 所以现在的形势 应该说是相当危残 而几位老同志 给曾经给最高领导人 这个写信 希望给阎王春秋更多的空间 据说呢 这个信也收到了 也有了批示 但是呢 批示的结果怎么样 现在 其实我觉得 最近的这个发展 就应该有所 就是我们对这个批示 应该有所理解了 所以我想 这个开户的前景 比较暗淡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那么何先生 我想问您刚才一位 安徽的罗先生指出呢 阎王春秋这个杂志 他认为其实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杂志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杂志呢 当局都没有办法允许让他能够正常的这个活下去 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 从这个现状来看 是不是说明习近平他的这个领导阶层 他们在政治上的是相当的这个自卑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现在明治已经开了 所以他们传统的控制手段会越来越不灵 越来越不灵的话 而他们也不想进行任何性的政治变革 所以他们就只能采取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打压 然后从来搜索他们独一无二的这种声音 我觉得对于这个阎王春秋个体来讲 我是同情的 而且我跟他们也认识 那么我觉得当然是一种悲 他们这么多的努力啊 最总是毁于一旦 即算是他们这个名字可能还存在 他也所谓的就扮成了红旗飘飘 就像以前的这个南方周末一样的 到了后来现在谁还在乎南方周末啊 已经几乎就没有什么这个影响力了 那扮成红旗飘飘也有他的好处 也有的好处就是说 使我们的所谓的对党内的民主派 在中国的民主派的过程中间 还有作用就彻底破灭了 所谓的中国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这个东西就彻底破灭了 就是阎王春秋我前面讲的 他不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媒体 他只是中国党内一些人 他们自己认为还有一些良知 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所谓的 还对美的民主的价值观 实际上哪里一个 其实就哪里一个什么党内民主派啊 就好像你的家庭有一个民主派一样的 这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公开的 一个公正的 一个公共权力的这个民主派 也就是说政党的农天 或者政党的选举 一个政府的这个选择 没有这个东西 其实根本就不可能 存在着这个民主派的 所以他的这个最正的这个了结 其实对于中国整体来讲 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 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VU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 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是不是在利用 尼泊尔大地震的这个机会 来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以及诗人汪国珍 请您锁定VU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节目 我是宝生 谢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是宇舟 祝大家晚安 下次节目再见 未经讨论